台球桌上只有直线球,直线球,直线球,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很多台球爱好者在网上苦苦搜寻了很多瞄准方法,一直在纠结哪一种瞄的最准。 但是就我所知,大部分人打不准不是因为瞄准方法有问题,而是出竿的时候没有出直,导致母球偏离了既定轨道,打不到目标球上原先瞄准的点。 关于出竿不直的训练方法,点我头像看我往期视频有教学,这期主要讲如何找瞄准点,在瞄准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一次趴下身子之前都找到目标球上的打点。 找打点,我这边着重强调一种方法,找小三法,不是因为这个方法最准,而是这个方法最简单直观。 开始教学,这是最简单的直线球,相信换一个从来没打过台球的人上来,都知道只要让母球往前走与八号球重合,就能够将八号球打进。 也就是让母球的运动轨迹和目标球的运动轨迹都在母球、目标球、带口的连线上。 我们来看这个球形,同样要打八号球进中带,只不过现在母球与八号球中间还隔了个三号球,而且母球、目标球、带口三折的连线现在不是直线。 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三号球、八号球、带口的连线是一条直线。 如果把三号球当成白球,球杆对直中带击打三号球,让八号球入中带,这个局面就跟上面打直线球一样了。 所以只要连线母球和三号球,击打母球往前走取代三号球的位置,就能将八号球打进中带。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颗被撞击的目标球就充当了母球的角色。 而这时候的母球则是充当了球杆的角色,给了这时候的三号球沿着白球和三号球连线延长线方向前进的动力。 因为三号球与八号球相贴,这时候三号球的动力就向八号球、三号球、带口的连线方向产生了分力。 这个分力就相当于用球杆对着中带直接击打三号球,让八号球入带,也就是变成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直线球击打。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瞄准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球形。 我们在击打这个组合球时,假想绿色的六号球此时是带口,我们要做的就是假设八号球不存在,用母球击打三号球进入绿球带口,也就是上面的直线球击打。 像我前面讲的一样,抬球新人也能完成这个直线球击打。 然后实际上这样击打,产生的结果就是三号球往八号球方向的分力,给了八号球向中带前进的动力,然后八号球入带。 这时候我们再把三号球拿到一边。 继续假想,六号球是带口,球杆对着这个带口击打母球。 实际产生的结果就是八号球会进旁边的中带。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完成了队友角度的八号球的成功击打。 换句话说,在这个球形里,角度球也可以简化成直线球击打。 实际上所有的角度球,最终都可以当成直线球瞄准,简化成两个直线球击打的过程。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贴着目标球,且处于目标球,目标带口连线延长线上的假想球。 所以记住,抬球桌上只有直线球,只有直线球,只有直线球。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顶尖高手每天都要练习五分点直线球了吗?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六号球只是为了表达所有角度球可以简化成直线球。 实际上击打过程中,只要假想出三号球,让母球直线前进,取代三号球位置即可。 现在你还觉得角度球难吗? 至少在瞄准这个环节不难。 只要知道怎么瞄准直线球,就解决了抬球桌上所有的瞄准问题。 所以,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瞄准,你需要锻炼和培养的,其实是想象力。 只要体会一下角度球到直线球的简化过程,多换几个角度想象,并勤加练习,人人都可以是瞄准大师。 希望大家都能早日找到心目中的那个小三。 关注小李,每天分享一点抬球知识。